即使我们的船沉了 我们亦落在水中 我们依然安全无误 在圣经马可福音四章35至41节 以及马太福音14章25至32节描述 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经历了加利利海两次的风暴 可惜他们仍然未真正认识耶稣 仍然不知道主耶稣是谁 很相信耶稣两次拯救他们 不单单让他们免于死亡 而且是拯救他们脱离更差的命运 就是不信 在我们一生当中 死亡往往看起来就是最差的结局 但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我们真正的仇敌 不是那个杀身体 而是能够杀死灵魂 就是罪 就是与上帝隔绝 罪会摧毁灵魂 就正如罗马书6章23节描述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主耶稣在十架上牺牲 已经平静了那个 我们无法胜过的风暴 就是罪和死的风暴 耶稣已经胜过那恶者 他已经写明为我们所有的罪付出了代价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当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最圆满的生命境界 就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53至55节所描述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亚你得性的权势在哪里 死亚你的独勾在哪里 各位朋友 你知不知道主耶稣是谁呢 你知不知道他是掌管天地万有 为你降生的上帝 他来到这个世间 是要终结你生命中 罪和死的风暴 只要我们愿意承认 自己得罪上帝的过犯 并且选择跟随耶稣 不再跟随自己的意思 这个风暴就平息了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可以安全无误 永远都会一样 此刻你愿意信靠那位耶稣 愿意选择跟随耶稣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